比亞迪一款最低售價不到1萬美元的海鷗車型 從2023年4月直至上市以來 不到一年的時間累計銷量達到了36.5萬輛 這代表了什麼? 特斯拉是否本日子來了呢?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科技簡報中 我是您的簡報師和志忠 中華民國新任總統賴清德 將在2024年5月20日就職 行政院長由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擔任 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占有重要的地位 也因此財經內閣人選備受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 经济部長由出身半導體業界的郭志輝出任 郭志輝是半導體材料代理商 崇越科技的董事長 他具有何種历练? 今天他曾經在2022年底就專訪過郭志輝 他又是怎麼看台灣的產業政策發展 我們在上週的節目當中 提到了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將打裁員 恐怕是受到中國電動車廠的競爭 以及需求放款所導致 那就在各界還在質疑 特斯拉能否推出更平價的電動車型的時候 比亞迪一款最低售價不到1萬美元的海鷗車型 從2023年4月正式上市以來 不到一年的時間累計銷量達到了36.5萬輛 這代表了什麼? 特斯拉的苦日子真的來了嗎? AI席卷全球 半導體伺服器業界都高度向NVIDIA看齊 除了帶動先進邏輯晶片 高頻關記憶體 先進封裝的需求之外 散熱絕對是一大的關鍵 水準散熱的趨勢更是相當的明確 但是出現了四大障礙 怎麼分析? 科技簡報中為您點出關鍵的一周大事 替您整理科技業界不可遺漏的產業訊息 在本次節目開始之前 先進一段推廣服務時間 Digitimes電子時報 是全球最權威的華語科技產業報 現在我們也有了電子時報的app 讓您用手機就能瀏覽第一手的產業新聞 開啟app 您就可以隨身閱讀全球科技新聞 訂閱期間就能暢覽報紙內容 也可以透過筆記功能 打造自己的產業筆記庫 歡迎查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了解更多關於電子時報的資訊 好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準經濟部長郭志輝的經歷 現年71歲的郭志輝 具有40年以上的產業經驗 帶領最著名的公司 就是扮演台灣護國神山 軍火奧元的材料供應商 從越科技 主要代理日本大廠信越化學的矽晶圓 光族裔等晶圓前段製程用材料 郭志輝早年的時候 擔任過鴻海創判人郭台銘的司機 兼日文的翻譯 郭台銘甚至也想要招募郭志輝進入鴻海 但是郭志輝就婉拒了 進而與先前的主管 以及是提拔郭志輝的貴人張詠然 共同成立了從越貿易 就是現在從越集團的前身 之後從越科技的版圖持續擴大 郭志輝縱橫半導體材料代理業界數十年 除了深耕半導體之外 更化足光電、太陽能等領域 而他也關心運動、健康等領域 比如說支持台灣的棒球運動等等 這些都是產業界、新聞界所熟知的部分 本人擔任電子時報召集人 在2022年底時 專訪了郭志輝董事長 當時他就已經提出了 對於台灣產業現況的描述與趨勢分享 當然這包括關鍵的五缺問題 缺人、缺水、缺電、缺地、缺工 他當時怎麼說呢 他認為政府要看到趨勢 民間企業正不斷地利用情勢 現在就是整合的最好的時間點 整合之後就要追求這個國際化 那龍侯的公司比如像是台積電 大多比這個供應商的規模大很多 很容易影響供應鏈 如果供應鏈可以整合的話 也可以回頭協助整體產業界的發展 國家不能做的由企業去做 但是政府可以扮演所謂的國土延伸的角色 他就舉這個新加坡 早先前往中國蘇州建設科技園區為例 這就是新加坡的國土延伸 由新加坡政府招商管理 有問題委由新加坡管理局去談 當然中國大陸後來又在這個園區旁邊 蓋了更新更大的園區 但是這就是國土延伸的概念 既然台灣在半導體產業有競爭力 為什麼不能做呢 他也進一步解析 半導體產業除了有資金、水電、土地等需求之外 最重要的是人 人在哪邊呢 人可能在海外 他認為馬來西亞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點 半導體前段後段產業都有 槟城大多是福建人 以往槟城有台灣的工業區 但是不是由政府所主導 有些組裝廠逐步移到中國去 但是現在關鍵是半導體產業 這不只有台灣的供應商可以去 中國大陸的供應商也可以去 談到他對中國的看法 他說 從中國的發展來看 水電、土地等等相對不缺 但是高度缺人才 目前來看 中國的企業甚至可以把歐洲的公司買下來 雖然 美國大動作限制中國半導體技術的發展 但是他認為不可能把中國打回實際時代 台灣要考慮的是整體的產業鏈 未來台灣要發展的5G、6G、AI等自動訊、車用 包括電動車、自駕等等 都需要晶片的技術 產業鏈夠強就可以支撐IC設計公司 在循著晶圓代工的模式產生具有競爭力的應用 未來的世界包括像是智慧意料等等 是不可思議的廣大 台灣有7層是服務業 要讓智慧製造往外延伸 像金圓代工龍頭就說 這個人力缺口非常的大 怎麼早也只有幾千人 但是這已經影響到其他的台灣產業 因此智慧製造要往外走 台灣可以發展高階設計等服務業 研發耿流台灣友善白領階級 政府應該要更有信心 力求台灣變成像美國那麼一樣的自由 企業競爭的關鍵就是人才 他認為包括像三星也是如此的認為 競爭兩大要件就是專業與人才 台灣必須要變成大家都願意來工作 來台灣之後要根據能力 獲取更高的報酬 他也談到各國各大企業都高度重視ESG ESG未來是衡量一間企業的指標 但是公司發展ESG的話 估計會吃掉一成的企業利潤 但是一旦領頭的公司下去做 工業才會跟著帶動 社會才會更進步 我們看到其實經濟部主要管理貿易 工業 能源 中小企業 油電水等國營事業 以及負責工研院 資社會 金屬中心 車廂中心等法人機構的預算 管理的範疇可以說是家大業大 但是台灣的政治風氣 媒體監督都會是一大挑戰 郭志輝宣布要辭去 從越集團相關一切的職務 更要持續對其關聯企業避嫌 日後也將會被台灣社會各界放大檢視 我們看到準經濟部長郭志輝在產業 工商界 人脈都有很好的經驗 不過在台灣政治圈卻是素人 以往在企業管理領域 郭志輝的鐵血治理在業界也略有所聞 現在各界也會持續觀察 郭志輝上任之後的實際表現 那郭志輝其實在專訪當中有提過 中國大陸絕對不是省油的燈 在半導體的成熟製程 化合物 第三類半導體 電動車等等 都有可能有彎道超車的機會 於是我們近期也看到 比亞迪的平價電動車銷量 再度攪出亮眼的成績 特斯拉是否苦日子來了呢 國際的媒體就評述 比亞迪在低價電動車展現的銷售動能 對尚未量產低成本車型的特斯拉來說 成為一大的威脅 在整體實施電比油低的大戰略之下 比亞迪海鷗車系 導入豐富的規格與功能配置 比亞迪2023年4月就推出了 三款的海鷗車型配置 一開始的售價只有1.02萬美元 成為旗下售價最低的車型 2023年全年海鷗車系整體的銷量超過28萬輛 超越了它自己的海豚 Auto3等銷量 那我們看到2024年的3月 比亞迪再推出價格更低的海鷗榮耀版車型 最低售價 起始售價只有人民幣6.98萬元 大概是不到1萬美元的水準 震驚市場 比亞迪已經做到起始售價最低不到1萬美元的 純電動車車型的量產 並且持續拓展中國海外的銷售市場 特别是像東南亞、南美洲等國家 反觀特斯拉近日的發展 繼裁員行動之後 各界關注的Cybertruck也傳出延後交車等等情勢 裁員浪潮當中外媒更點出 有兩位高階的副總及人士也移植 一位負責電池的開發 另外一位則是負責公共政策與業務發展的高級主管 這也讓特斯拉的前景彷彿出現隱憂 我們看看這個中國媒體怎麼看 中國媒體認為 其實大多聚焦在中國車市近期的殺價割喉站 中國車廠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我們之前也曾經提過 像是這個小米的苏七 華為問界 比亞迪的純電車銷量 超車等等 那4月份特斯拉逆市漲價 也無意跟隨中國業者的價格站 到底是無力降價跟進 搶占市站還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有觀點認為 就算是特斯拉改款的Model 3 似乎也沒有掀起太多的市場反應 再者特斯拉還有兩大王牌 像是這個無人計程車 全自動駕駛 到現在都還沒有獲准進入中國大陸 出現了尷尬的 原水救不了近火的局面 即使特斯拉如期在2025年底 開始生產下一代低成本的車型 但是中國車廠已經有低價電動車 在全球市場銷售 特斯拉在EV領域面臨的挑戰 恐怕還真的只是剛剛開始 特斯拉在整車銷售上 可能碰到更多的競爭 但是特斯拉絕對不只是一家電動車公司 而是橫跨了綠能AI的系統整合公司 AI與機器人將是下一個戰場 而提到AI就一定得提到 高效運算晶片帶來的產業變革 我們看到散熱將是重要的關鍵 隨著這個GPU龍頭NVIDIA 不斷的推陳初心 提出了這個Blackwell架固的新產品 這當中使得水冷散熱 被認為是未來的主要趨勢 散熱模組的業者也坦言 不僅NVIDIA AMD跟Intel也非常地積極推動 所謂的水冷散熱 不過業界人士就指出 目前這個水冷散熱技術有四大障礙有待跨越 第一個是肉液的問題 第二個是責任的歸屬 第三建置成本 第四是生產良宇量產的可能性 這四個問題其實是滑環相扣的 需要一些時間來醞釀解決 可以預期的是水冷散熱的比重渴望提升 但是是否能夠取代這個氣冷成為主流 主要是這個驅動水冷是AI伺服器領域 這樣的伺服器在整體伺服器市場當中的出貨比重 2024年大概也只有10到15% 8到9成仍然是傳統的伺服器 然以這個氣冷為主 首先我們來看到所謂的漏液問題 這個是一個老問題 目前解法有兩種 第一個是預防偵測 一旦出現漏液 即期就要立刻停止運作 避免當機 二為降低這個損害的範圍 透過這個機構件的設計 讓漏液之後的損害降低 那所謂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責任歸屬 其實就從這個第一個問題延伸 一旦採用這個水冷的散熱 如果造成損害的話 責任歸屬為何 是系統廠 組裝廠必須負責 還是散熱模組廠需要承擔 由於這個AI伺服器的價格非常昂貴 最貴的更不是硬體 可能是客戶的資料 這就成為這個散熱跟系統廠商神的一個關鍵 第三是這個建置的成本 其中包括像伺服器機櫃與資料中心 這個低探女色就分析 單一伺服器機櫃 如果採用這個氣冷散熱的成本 大概是0.5萬到2萬美元左右 那如果採用這個水冷的散熱 成本高達5萬甚至是20萬美元以上 第四項障礙就是生產的良率跟量產的可行性 業界指出目前這個水冷散熱 都還在這個小量試採的階段 一旦大規模的量產 其生產的良率是否能夠跟上還要觀察 散熱的業者也普遍預估 2025年水冷散熱才會放量 散熱模組廠其實對於這個水冷散熱並不陌生 只是過去客戶並沒有大量采用 如今AI伺服器掀起水冷散熱的需求 也讓廠商重拾這個技術量產 包括像是台灣的散熱模組廠商 雙虹 旗虹 超重 泰塑 立志 麥科 風扇廠 建准 圓山等都不會缺席 那我們也看到 ODM跟中端的CSP雲端大廠客戶 也對水冷散熱的興趣持續提升 尤其在NVIDIA發表Blackwell架构之後更為明顯 包括像是廣達 維影 音業達 維創 Super Michael 技嘉等都表示 有持續的發展導入相關水冷散熱的技術 以上就是本週科技簡報中的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科技簡報中會在每週五的晚間八點 在DigiTime YouTube頻道獨家播出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更新通知 科技簡報中 我們下週見 松陀ilah 圓筍 開啟小鈴鐺 今次映短線 詳常